雷恩是一只狮子 他有一头黄褐色的头发 就像非洲干旱草原的颜色 他经常做的事情 就是坐着睡觉 他看起来像宝座上的国王 也像威武雄壮的石雕狮子 保护着圣殿 当他站立的时候 当然这是他很少做的事情 他宽阔的背上 犹如坚实的肌肉 他发出领袖般的狮吼 命令大草原上所有的居民 对他毕恭毕敬 雷恩是一只很帅气的狮子 但他也很懒惰 很傲慢 他根本就懒得举起手 来做任何事情 反正是他的三个老婆 会为他打理一切 雷恩对这样的生活 雷恩对这样的生活 感到满意极了 他总是舒服的躺在树荫下 伸懒腰打哈欠 快把餐饮赶走 他这样命令着 快带着孩子去散步 快把晚餐给我准备好 他的老婆们会找一处最凉爽的树荫 让他休息 雷恩休息时 老婆们也会告诉他们的孩子 不准吵闹 要懂得尊敬你们的父亲 他们出外打猎密石 总是在雷恩醒来之间